妙性人可谓是一种极优雅 慵懒 独立于一体的动物 虽说猫咪是非常普遍的宠物 但有许多猫喜欢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并不被人类驯服 加之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和破坏 导致许多生物濒临灭绝 其中就包括这些本身就稀少的猫咪 那么你知道最稀有的猫咪都有哪些呢 1.狼人猫 来快来自于希腊语 以为狼猫或狼人猫 它们有着斑驳的灰色毛发 巨大的金黄瞳孔 看起来像是狼人 目前全世界仅有35只狼人猫 可谓是极为罕见的喵性人 不一定有钱可以买到的 狼人猫 是美国田纳西州的动物培育者 让一只自然基因突变的无猫猫 和一只黑色短毛猫交配 所培育出一种新品种的猫 斑驳的灰色毛发 巨大的金黄瞳孔 由于这种猫的毛囊发育不完全 眼睛 鼻子 耳朵和嘴边都没有长毛 其他部位的毛也疏密不均 看起来像是狼人 外形比较恐怖 根据国际猫学记载 狼人猫是基因突变产生的种类 几率极低 二 帕拉斯猫 又名兔孙 被称作世界上最凶猛的猫 它们生活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地方 它身体粗壮 牙齿肩长 成年帕拉斯猫面向极具威胁 是真正武装到毛发冷血杀手 但是目前数量极少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将帕拉斯猫列为近乎兵威物种 三 献毛 猫发有许多种颜色 它最著名的特征在于其长且浓厚的黑色耳朵 宁猫体型中等 是小型猫科中体重最重 奔跑速度也最快的 堪称是猫界的型猫 它最为人所知的是其捕鸟的技能 能轻易捕捉降落或起飞时的鸟类 目前 宁猫濒临灭种的危机 非洲宁猫和亚洲宁猫已分别被列入size之中 四 荒漠猫 又称莫猫草 舍利中国山猫是中国特有的动物 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 它们不为气候的恶劣 在荒漠 森林边缘 高山困从和高山草垫等地带生活 目前 荒漠猫已被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动物 被列入size 五 黑族猫 名字来源于它们足底的黑色标记 是非洲南部的特有物种 只生活在开阔的哀草栖息地 前汉西树草原 灌木丛和半光木 黑族猫目前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它们本来就数量稀少 不但需要面对自然环境中的威胁 还要防范人类的捕杀 南非和波扎那已对它们采取全面保护措施 size也将其列入一围动物 六 美洲山猫 主要出没在美洲中南部 凶猛异常 近些年因为栖息地越来越少 它的数量也跟着减少 目前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目录 列为兵威物种 七 虎猫 共有十个亚洲 主要分布玉美洲 由于栖息地不断遭到破坏 和人类为了获取虎猫体 而对虎猫展开的猎杀活动 导致虎猫陷入兵临灭绝的边缘 早在2008年 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冰威物种红色名鹿法 鱼猫 鱼猫就如同它的名字 它的主要猎物是鱼类 也会捕食其他水生生物 包括蛙类 龙虾 螃蟹 甲鞘类等等 鱼猫主要分布于亚洲偏东南部地区 由于在东南亚地区 鱼猫赖以栖息的湿地逐渐减少 它的保护级别也从一维调整为冰威 被塞的列入附路二种 叫索猫 体型像一头小型的猎豹 主要栖息于大草原 分布于非洲西部 中部和东部 它与普通家猫杂交而成的热带草原猫 是猫中最大的品种之一 目前已被列入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十金猫 也叫亚洲金猫 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 主要以鼠 兔 鸟 以及几何射等小型鹿类为师 很长一段时间内 由于没有谁在自然界亲眼见过这种猫科动物的活体 它一度被认为已然灭绝 目前金猫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2015年并为物种红色明露 这些小东西都离我们很远 想要保护却无从下手 那么就从保护我们身边的小动物开始吧 有宠物的主人记得一定要对它们好 你有很多亲戚朋友 而它只有你一个 短短相伴的几年十几年 竭尽所能地爱护他们吧